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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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管家 庄管家 老爷 小的来了 慢点 慢点 别摔着 姓苏的 你不配给卓雅做爹 以后不行该进我的屋 老爷 你这 怎么自己开活呢 别提了 自打老爷住到小的这以后啊 太太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哪都看不惯 给小的断肚了 小的还得自己做呀 太太还说了 说这老爷跟小的是两条臭种 这叫狼狈为妻 这 行了 行了 这人话就是多 睡觉 老爷 今儿你还睡小的这儿啊 怎么了 烦我了 先往碍事了 没没没 小的欢迎还来不及呢 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老爷 小的说个不该说的话 您 您说您原来这儿多好啊 左一个右一个的 有人疼有人爱的 可现在您跟小的在一块 你这 小的多嘴 小的多嘴 来 谁啊 是我 有事吗 有事 是你一个人吗 就我一个人 进来吧 大姐 怎么了 我最恨日本人 我一直担心我女儿 会落在鬼子手里 慢慢没想到 她自己的秦天 就是个罕见 大姐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只想提醒您一句话 不要再折腾素吻了 不要去做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 你是来替她说情的吗 我不是来替她说情的 我不想听 你走吧 你可以赶我走 但请你记住我的话 谢谢 第二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机关长 苏文被熬梅 折腾得一宿未睡 甚是烦躁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冯曼丽 老鱼 该你们夫妇荣种出场了 请你们跟敖梅通力协作 把苏文撕碎了 机关长请 机关长 请坐 机关长 不好意思 没有开水了 没有水了 这么重要的地方 条件如此简陋 今后得改善 机关长 机关长 恩情浩荡 如再生父母 小的代表官乡所上上下下 万分感谢机关长 坐 谢谢机关长 我今天到这儿来 听后机关长拆解 是我莫大的荣幸 坐下 坐下 我今天来是想知道八月二日晚的天气情况 机关长 八月二号 距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观想所设施落后 我们无能为力 只能提供七天以内的天气预报 费声抱歉 请机关长责罚 如果我必须知道呢 那只好到新京去试试看 那里的官箱设备比较先进 如果机关长觉得路透遥远 需要他愿意人签吗 事关重大 还是一块儿去 怎么了 能与伟大英明的机关长同行 真是太意外了 走 上路 机关长请 怎么样 有什么新的情况 观像所的余所长和左手墓去了新京 去了新京 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不知道 小满 马上跟老鸭联系 向省委汇报 是 进来 跟老鸭接上头了 嗯 左左墓跟观像所的余所长去了新京 上级对这件事情很重视 要求我们设法搞清楚 大战在即 左左墓跟一个稿器向的 去新京做什么 真是 以后 不许 我可能会也会 不是 我 你说 我 你 不要 我 我 你 你 自己 你 你 你 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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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呆呢 别提了 我都快急死了 怎么了 已经三天了 我们家老鱼到现在还没养 那还不简单吗 去关枪所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去了 可是那儿的人 喉咙就像被卡住了似的 一个屁也崩不出来 行了 别想了 该查房了 走吧 这死人死哪儿去了 冯卖丽不知道老鱼的去向 看来是被左左墓突然叫走的 这么神秘 我认为他们一定是冲着总工去的 一定要把总工的时间给他挖出来 是 你死哪儿去了你 我去新京了 你去新京干吗呀 你知道我是跟谁去了吗 爱谁谁 我是和大日本帝国 驻拉尔特务机关 左左墓机关长一起去的 你再说一遍 我是和大日本帝国 驻拉尔特务机关 左左墓机关长一起去的 你没忽悠我吧你 我也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这么说 是苏文暗中帮了忙 帮你说了话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跟机关长去新京干吗了 我和特务机关长左左墓先生 具体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这都是高度机密 即使我到了入土为安的那一天 我都不会说 几天不见 脱胎换骨 长出息了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你竟敢迫害机关长身边的人 你这犯的可是死罪 你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我说我说 赶紧放出他了 快说 明天我就修理你这母老虎 滚 我这心情 大得是他 这可是高度机密 绝对不允许泄漏 否则的话 明白吗 你也有傻的呀 冯护士 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冯护士 今儿可真好看 谢谢 我们家老虎可疼我了 在新京专门给我买的 好看 你们家老虎回来了 昨晚荣归故里衣锦还乡 非常疲惫 异常殊胜 你知道他是陪谁的大驾 去的新京吗 谁呀 大日本帝国驻拉尔特务机关 左左木机关长 恭喜啊 对了 今儿有时间吗 干什么呀 我想请你吃个饭 咱俩好好聊聊 哎呀 金医生 不巧了 这请我吃饭的人啊 排一大堆 你说你要是早点跟我说的话 凭咱俩的关系 我还能给你夹个三 可是现在 抱歉 再见 这两天 金智子 主动向风漫的一套镜 不是要请吃饭 就是宋都亮 但都被冯曼丽拒绝了 这一定是受到苏文的指派 在冯曼丽那儿套什么信息呢 冯曼丽能有什么秘密 她倒是满世界的吹嘘 和您的关系不一般 要不要阻止她 不用 严密监视冯曼丽和质子 嗨 好 来 借过啊 借过啊 来 借过啊 借过啊 好 好 来 你在这儿候着 等我买完菜 再乘卵架回宫 那您是要回东宫还是西宫 还是冷宫啊 你这车夫可真没劲 太太 咱这一马归一马 这来时的车钱 您还是先结了吧 睁大你那狗眼看看 我是大日本帝国 驻拉尔特务机关 左左墓机关长朋友的太太 我能赖你账不成啊 清姐 是你呀 想死我了 清姐 你 你皮肤怎么这么不好啊 家伙 最后一天 你最后一到来 前面 得说 是 哪有 她一定是受了老于的警告 这更说明左左目心经之行的重要性 六元家 他又怎么了 我去看看 你别招他了 还是我去吧 不 这个时候我越不招他麻烦越大 怎么不高兴了呀 宋长 大姐 我得说句公道话了 这些日子苏文艺一直看着你脸色行事 他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是 他也没干过分的事 那个左左目凭什么提拔老鱼啊 还有冯曼丽 你看那张嘴脸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因为这个 回屋 回屋我给你解出去 松手 我俩不聊聊 我让你松开 我不松 你开 这小子 松手 你 老美 听我说啊 那冯曼丽啊没你想得这么坏 真的 你今后多跟他们走动走动 亏你想得出来 让我跟那种人走动 没一个好东西 滚 冯曼李不肯接近我 敖梅又不愿意帮我们 路都堵死了 不急 车到三年必要路 敖梅 这招棋给你难住了吧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帮帮你 程三菊 这要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走 老鱼死了 谁干的 冯曼丽就是个大喇叭 现在拉尔城上上下下 都知道老鱼是左左目的鸿鸣 谁还敢陷害他 你说会不会日本人自己干的 日本人干掉他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让他永远住口 看来左左目 和老鱼屈心筋一定不可告人的命运 如果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左左目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什么意思啊 左左目是不是在吊我们的胃口 有什么凭据 不要跟敌人要凭据 我们只要处处小心就是了 当务之急 是要搞清楚左左鱼屈心筋的命运 杀一个 留一个活的 这事蹊跷啊 是挺蹊跷的 你让我来来 我来来来 我来来来 我来来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您能办 什么事啊 老鱼被人给害死了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手 日本人 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老鱼啊 他掌握一个秘密 这说得我后辈子冒冷汗啊 这什么秘密能要的人的命 算了 我这人啊 胆小 估摸着你说出来我也帮不了你的吗 我 我得告诉您 老鱼生前跟大日本帝国 行了 行了 那日本人都把你丈夫给杀死了 你说你这 左总牧跟老鱼去新京气象部门 打探八月二日的夜间天气情况 打探个天气情况就能要人的命 左总牧让老鱼保守秘密 老鱼口风很严 他除了跟我说别人都没说 可是日本人还是要了老鱼的命 这帮畜生还要杀了我 苏老板 我知道您后台很硬 不怕日本人 也只有您能镇住那帮畜生 你可别这么说 现在这拉二是日本人的天下 那再硬的后台也没日本人硬 求您给大日本帝国 给左总牧过个话 放我一条生屋 这样吧 我给你啊 纸条明路 只要能活命 您说什么我都听 赶快离开拉二 是没人让我走吗 我想办法 行了行了行了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拿着拿着 回去等我的消息 谢谢您 走吧走吧 苏文俊 苏文俊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冯万丽的情报 欢迎你踏入地狱之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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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一会儿天晴 一会儿下雨的 你是不是去找苏文了 对啊 你不帮我 我去去找他了 他说他愿意帮忙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只要能活命 我什么都说啊 帮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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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tavalla畜生 为什么连个女人都不放过 凤护士刚跟你接触 就被敌人杀害了 很显然 他们是怕他走路口风 我甚至怀疑 这凶手就是小李浩尔 这会不会是个烟雾弹呢 有什么意据 如果敌人 真的在八月二号夜间发起总攻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军事秘密 没错 可是左左牧 明明知道拉尔观巷战 观测不到八月二号的天气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新京观巷战 而是要拉上老鱼这样的人 跟他一起去呢 他都这么大的一个圈子 是什么目的呢 我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敌人为了保密 为什么不把老鱼和冯曼丽一块儿杀掉 非要等到冯曼丽跟我接触之后再动手呢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可如果敌人真的于八月二日夜晚 发起总攻了呢 这个答案 只能跟左左木耀了 有可能吗 是很难 但这是唯一的途径 有什么办法 暂时还没有 打算 苏文俊 进来看看我的字 不错 在你们中国流行着一句话 心烦意则乱 心静能成佛 有没有掌军 不错 对 之前由于我出言不慎 让你跟熬眉水火不容 为了表示歉意 我请你和之子去家里供进晚餐 这还相局人话 谢谢 您二位来了 四季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智子阿姨 拉尔陆军医院的医生 这是智子阿姨 拉尔陆军医院的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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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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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尔陆军医院的医生 没什么 习棺长还在等着苏叔叔金阿姨呢 两位快请进吧 这孩子真懂礼貌 小朋友 阿姨喜欢你 有时间呢 去阿姨的医院找我玩 啊 谢谢季阿姨 你在我的事上 你是缺了大德 不过你也没少费心 是吧 来来来 别睡 别睡 来 我再敬一杯 来 不是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今儿喝多了 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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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走了 走啊 侄子 这么晚了 我们走了 住这儿吧 思琴 安排两个客房 住这儿 好 住这儿 就住这儿 走 侄子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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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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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日本人的女儿都是六位数 八年 下午八年 二十年 二零一八一 二零一八一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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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来 怎么样 文件就在保险柜里 太好了 但是这份文件让我有点吃不准 为什么 如果左左幕对保险柜加强了防范 那就说明这份文件是真的 如果我轻易打开了保险柜 这份文件的真假 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那你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我想到了左左幕卧室 墙上挂钟设定的时间 没想到左左幕真的把他的妻子 千和去世的时间 设定成了保险柜的密码 真有你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 怎么不对头了 会不会是个陷阱 说说看 第一 你说他今天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第二 为什么要留我们住在这里 最主要的是左左幕一向谨慎 他今天晚上怎么会醉成那样呢 不排除左左幕挖了陷阱 让我们往里面跳 可是他沙费苦心设计了密码 如果不是你 换做任何一个人也打不开 你不要忘了 左左幕是个玩弄欲情故宗的高手 难道左左幕只是为了让我们难堪 这么做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了 如果敖梅知道了就会闹 坏了坏了快了快快快快呀 别急 说不准坏事还能变好事呢 变什么好事 一旦敖梅看到了照片 他就会离开我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解脱了 天哪 为了任务你竟然 不是我狠心 我们现在只能这么做 只要敖梅离开拉尔 不但他自己安全了 敌人呢还少了要挟我们的条件 对 敖太太 请进 敖太太 看这表情还在生苏文的气啊 你上次把我找来 想让我看到 我不是都看到了吗 今天又把我折腾来干吗呀 你说我这作为苏文的同学 我希望你们家庭和睦 我也反反复复地教育他 甚至严厉地批评他 他呢也表示要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可是他的行为 真是让人发痴 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你 苏文跟质子 昨天晚上一夜未归吧 我让他们来家里做客 结果喝多了 我好心留宿 结果他俩竟然做出 那种龌龊的事情 不用再说了 苏文现在跟我没关系 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感兴趣 等一下 苏文 我要让你鸡飞蛋挡 苏文我要让你鸡飞蛋挡 老爷 太太 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 您要不回来啊 小子呀 真睡不踏实 老爷 坐这儿干什么 你要出门做生意去了 这回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大姐 老爷 听我解释解释 不用解释了 俗话不是都说了吗 日防夜防 家贼最难防 我的心 都被你们两个上头了 不想打 也不想闹了 左左梦在陷害我们 鬼子没用枪 逼着你们两个在一块吧 以后别出去丢人仙人 家里又不是没地方 大姐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不用道歉 遭康之气 就是个康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 还拿自己当快捕 不怪你 你要去哪儿啊 放心吧 我走不远 我已经在附近租好了房子 我就是不想跟罕奸住在一起 房子留给你们了 好好过日子 大姐 大姐 您就别走了 你看大家伙都在去 就别走啊 这儿没你的事 让开 小的就不让 你们这群给日本人做走狗的汉奸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皮呢 这 滚 小的就不滚 大哥 你哪儿能踢别踢小的这儿啊 还愣着干嘛 赶紧追啊 就他那脾气你追要用嘛 那你总得知道他住在哪儿啊 真够汗的 去去去去去 真够汗的 是 哪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那河水轻轻地丢下游泳 与暖花开渡路这方向 这是我一笔的江山 我愿上传来真人千山 默默的声音又唱 心中又响起情歌 如今你一生在歌 我和你一生在歌 你一生在歌 心上也不许现实 我愿为你证明 你一生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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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